如果自己是个男人 一定会娶了杨子 这是乔欣曾在节目中说过的话 当乔欣得知自己有机会 与杨子同上一个节目 她毫不犹豫选择答应 甚至不由万里赶来约会 看到杨子后更是直接描辨小迷妹 几乎用尽了所有夸赞的词语 另外两人在节目中互动也很甜 不仅同肯一个羊腿 海童吃一碗面 在参加康熙来了综艺录制时 乔欣被问自己最好的朋友是谁 她毫不犹豫说出杨子的名字 随后还一脸骄傲表示 自己也是杨子最好的朋友 她看过杨子的每一段采访 而乔欣为何独独钟爱自己 甚至连杨子本人都搞不清楚 毫不夸张地说 只有在杨子面前 乔欣才会展现温柔可爱的一面 换做其他人立马就会变得很强势 有一次黄明浩对着她撒娇 本以为会得到回应 结果乔欣直接回对道 你这个样子很容易挨揍 而在被记者问到如何平衡事业与爱情时 乔欣更是霸气反问道 现在的人又有事业又有爱情 还用得着平衡吗 总与其他人相处的状态可以看出 在乔欣的心里 杨子的地位究竟有多高 毫无疑问 乔欣把杨子当成了真朋友来对待 她之所以独独钟爱杨子 也许就是两个优秀的人 彼此之间互相吸引吧 而乔欣敢在娱乐圈横行无尽怒对记者 其实跟她的家世有很大关系 买百万名包 住家之三亿的独栋豪宅 乔欣背景有多强大 据知情人爆料称 乔欣的姐姐是上海名院 平时经常会分享自己的名院生活 除了参加上流宴会以外 大多都是在豪华邮轮上游玩 父亲则是一位商业大佬 不论人脉还是财力都十分雄厚 乔欣才是现实版的顶级白富美 据了解 乔欣的家在上海世貌蛇山庄园 住的还是价值三亿的独栋别墅 在2006年的时候 曾被评为中国十大超级豪宅之一 整个别墅占地一千多平米 花园大道上足以停下一辆直升机 要知道这个小区的房价 一平米大约需要20万元 整套别墅换算下来至少也得一个亿 光是每个月的物业费就有1.2万元 除此之外 乔欣平时穿的衣服还都是名牌 随随便便拿出来一个就得大几万 就连他穿的一双拖鞋 价值就足足高达四位数 随手晒出的玩具更是价值2万元 之前乔欣曾参加一个采访时还说过 如果有朋友的话 自己可以养活男朋友一辈子 足以可见他的背景有多强大 财富究竟有多雄厚 不愧是娱乐圈里的顶级白富美 这么霸气的话 恐怕除了他也没人敢说了 乔欣虽然家庭背景很强大 但对待事业却非常愿意吃苦耐劳 用今年二字形容一点不过分 在拍摄《沉睡花园》时 乔欣有一场被绑架的戏 为了完成这个镜头的拍摄 乔欣在海里被淹了很多次 虽然被一次又一次地折磨 但他却并没有喊泪喊苦 反而一直积极努力地配合 后来连男演员都不忍心下手了 可乔欣还是不满意自己的表现 于是他便要求再次重拍 直到最后这场戏才拍摄结束 而那时的乔欣已经没有了任何力气 后来这段拍摄花絮还被传到了网上 不少网友看到后都表示心疼乔欣 夸赞他是一个敬业的演员 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 既然选择了演员这的行业 而且又拿着那么高的片酬 拍戏时吃点苦也是应该的 但其实乔欣根本不用吃这些苦 毕竟他家里本身就足够有钱 如果不是因为热爱和喜爱 谁又愿意放着一时无忧的生活不享受 偏要跑到剧组里吃苦呢 不得不说 能在鱼轮混杂的娱乐圈里 始终保持对表演的热爱和敬畏 巧心确实很优秀 也难怪杨子会把他视为最好的朋友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